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今天有一些消息非常有意思 可以以小见大 一位俄罗斯人送自己的朋友去东原处 两个人大概是喝了脸 他拍下了自己的朋友 走着走着就摔进了路边各屋里的视频 您说就这样的素质怎么打仗 而大约在当地时间昨天16点 南部方向的防空导弹部队摧毁了当天的第二架 俄罗斯卡52攻击直升机 也就是说一天击落了两架俄军卡52 这在过去可不多见 随着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轰炸 西方适时的加强了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结果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发现 乌克兰没炸烂 自己却更加的千疮百孔 三 今天 又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州坠毁 初步资料显示 这是一架从飞机厂起飞进行验收飞行的苏30SM战机 坠落在新列尼诺威区的一栋民宅上 媒体报道称飞行员死亡 上午地面人员伤亡的报告 这是继前不久一架苏34坠毁 造成14名俄罗斯平民死亡后 俄空天军的右翼杰作 如果不是乌克兰战争 我们真的无法想象 这些被吹嘘为世界老二的国家竟然烂成这个样子 从内到外都已经烂透了 从而我们也可以知道身边有多少伪军事博主 其实都是水货 他们不遗余力的鼓吹 这些负责人大国的国力是多么的雄厚 技术是多么的发达 军事是多么的强大 如今是通通都现了原形 四 自由俄罗斯军团发布了一张在巴赫木特郊区被干掉的俄罗斯士兵的照片 这名俄军衣服上写着 我的旅行不需要护照 所到之处就是俄国 口气可以说不是一般的大 而可惜的是 现实里所到之处处处难行 一不小心就做了乌军枪下之鬼 又一个被大词忽悠缺热的可怜虫 乌克兰国内还有两件事是有一定必要分享的 乌克兰马达西西公司的一把手 伯古斯拉耶夫今天被以判国罪逮捕 乌克兰安全局表示 马达西西公司通过欧洲和亚洲的三家空壳公司 为俄罗斯的米8卡52和米28的生产和维修提供产品 被捕时 在伯古斯拉耶夫及同伙身上发现了大量现金 以及内容未知的优牌 伯古斯拉耶夫自1994年以来就一直领导马达西奇 是乌克兰最富有的25人之一 他目前被指控与俄罗斯合作并为俄罗斯工作 俄新社报导称 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前来调查时 伯古斯拉耶夫拒绝开门 调查人员被迫使用了特殊的设备 据称在伯古斯拉耶夫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件装饰华丽的俄罗斯会杖 以及俄罗斯联邦军事服务局的奖状 但重要的是 乌军从被击毁的俄罗斯战斗机和直升机残骸上 找到了马达西奇为俄军供应的零件的证据 伯古斯拉耶夫此举涉判国 最高可被判无期徒刑 另一件事也跟去俄相关 同一天乌克兰颁布法令 停止12个亲俄政党的活动 此事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 乌克兰加速去俄化的进程 尤其是在俄军从赫尔松积累人口 俄罗斯对乌克兰国家基础设施狂轰滥炸 让许多乌克兰人没电没网的背景下发声 相信没人会反对进一步去俄 我们坚信此战乌克兰必胜 那么今后的30到50年中 俄罗斯身边都会有这么一个虎视眈眈的对手 那个人真是重塑欧洲政治格局的高手 好 咱们简单的看一下过去24小时的战况 乌军击退了俄军对卢干斯克地区的 比罗霍里夫卡的袭击 在俄罗斯临时占领的段谨茨克什附近 乌克兰首军击退了俄罗斯入侵者对马林卡的袭击 在巴赫木特周围 乌军击退了俄军对索罗达尔 巴赫木茨克 巴赫木特 伊万赫拉德 奥德拉蒂夫卡 和奥扎尔扬尼夫卡的正面步兵攻击 同时乌军在巴赫木特以东发动了局部的反击 在克里米纳一席 俄军向特尔尼方向发动了进攻 在赫尔松州 俄罗斯的溃败正在加剧 据乌军总参谋部的报告 俄军各分队继续撤离赫尔松地区的临时占领区 抢劫当地居民的事件更加的频繁 俄罗斯人已经完全撤离了查理夫内和契卡洛夫近距点 俄军和医务人员已经从贝里斯拉夫撤离 赫尔松州的伪政府下令 由于前线局势紧张炮击和可能的恐怖袭击 平民必须离开赫尔松 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称 赫尔松市的俄军正在拆除电信设备 试图阻止该市的抵抗力量与乌军分享信息 俄军计划在乌军反攻期间 在赫尔松建立信息封锁 在没有移动通讯网络连接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的情况下离开这座城市 10月22日 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全境的基础设施 发动导弹袭击 乌方表示 俄军一共发射了17枚KH-101导弹 被摧毁13枚 16枚口径巡航导弹 被摧毁5枚 俄军对基辅的导弹攻击 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袭击造成部分地区 大规模停电停水 根据乌方的通报 赫梅利尼茨基地区 有67.2万用户 尼古莱耶夫地区 有18.8万用户 沃伦地区 有10.2万用户 切尔卡瑟地区 有24.2万用户 断电 俄军的此次导弹 袭击的数量远不如 10月10日的那一次 不过对乌克兰 民用设施的破坏 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明显 在冬季即将到来之际 俄方企图用这种 断水断电的方式 让乌克兰民众处于 饥寒交迫 因而屈服 不过历史一再证明 无论是日军轰炸重庆 还是纳粹轰炸轮端 飞弹没有压垮对方的抵抗意志 反而让被轰炸一方 更加的同仇敌愕 泽林斯基总统 在电报发文 对乌克兰防空部队 和能源部门的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说你们是我们的英雄 他发布了一张导弹袭击 引发火灾的照片称 这只是敌人 试图摧毁我们的一个例子 他说 这些都是对至关重要的 物体的恶意攻击 恐怖分子的典型战术 世界可以 而且必须制止这种恐怖 在过去的一天 俄军又损失了400人 5辆坦克 18辆装甲战车 2辆攻击行车升级 14门火炮 20架无人机 一门多管火箭炮 18辆军车 以及加油车 和21枚巡航导弹 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而截止到20日 俄军军官的死亡数量增加到1342名 俄罗斯动员兵没有经过充分训练 就上战场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名动员居民 亚历山大穆赫亚诺夫 在被征召服役16天后的10月14日战亡 而他在8月19日才刚刚接换 他的遗孙表示 他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一天他们开车吃药 第二天他们挖战壕 这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 而在第三天 他们就被送到了前线 卢干斯克州州长 希尔干海带宣布 在卢干斯克地区 由于运输弹药后勤的破坏 俄罗斯人在火炮方面的全部优势结束了 他说 在之前的四个月里 乌克兰武装部队感受到了 俄罗斯人在火炮方面的全面优势 比如北断的磁克和立昌斯克之战 俄军每天发射的炮弹高达5至6万发 相比而言 乌军所能发射的炮弹数量仅有其十番之一 当然 乌军的优势在于火炮的精确打击能力提高 弥补了炮弹数量的不足 现如今 乌军在整体上的炮火优势已经充分显现 根据五角大陆的统计 从美方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帮助抵御俄军进攻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90.3万枚155毫米炮弹 3000枚M982神剑制导炮弹 7000枚远程反装甲布雷达和18万枚105毫米榴弹炮炮弹 共计109万发炮弹 总重量超过5万端 随着罗马公司将2023年的海马斯生产量从每年的60台增加到96台 也能够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 乌军现在有24套海马斯 以及英国和德国荷兰提供的十几套M270 预计明年乌克兰将拥有一百套多管火箭炮 拥有数量将仅次于美国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